聚工協助清扫勾举 还有灾民的住家 尤其是年迈的长者 这位独居的爷爷更是让人心疼 眼睛全盲 只有姐姐帮忙清扫 任一会职工赶紧帮她清洗 沾满污泥的双脚 也检查她的身体状况 后续的清扫工作 职工们更是全力相助 此一职工大动员 解决了灾后清扫人力不足的问题 蓝天白云的身影走过泥泥 也看见了雨过天晴后的安心笑容 很高兴 非常高兴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雨过天晴 泰国大臣府大